因为不断发生日动使用油漏器材受伤的事件 为新保障各种油漏器材的安全标准和设置规定提供 造成管理学校和社区的油漏器材 差不多都没有符合标准 必须重新检查改善 只是因为经费问题 每天都没有改善也是放心 有这么大的困难度 就希望中央可以补助经费 才能在既然来完成 符合新的安全标准和规定 这都会哭去吧 都哭了 我们现在就都 这个也是啊 这个会滑不动嘛 我们这个有重新打磨过 大乘国秀58年历史的大乘厨流浪 浩峰已经完成粗暴经修到保抢 很多很多人小孩时代保留的记者 在油漏器材安全标准全民提供的状况 浩峰其实完全没饭厚 可以通过减严学家 因为58年了水泥有一些剥落 我们先把这个泥座的部分 先把它做一个维护 另外就是它的滑梯的部分 那么多年也比较不滑了 我们一样有把它打磨之后 另外一些比较不平整的地方 把它做比较平整一点 让小孩子在这边玩 能够比较安全一点 当然需要 后续还是需要说 比较大笔的经费下来的话 才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改善 最差的想法可能 我们只好禁止孩子来这边游玩 我们调要注意安全 调要注意安全 OK 但是 学乡来这么多游乐器材 是小朋友学习过程 不可以没得出门 不管是罐头洗的游乐器材 海公手 或是体育库用的担工 都免人情派付 效果標準安全规范的困境 因为没有脱球 完全不像 那个运动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有这些对不对 对 那菜菜目前是碍于经费的关系 我们把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都稍作的检讨 然后这个不要给孩子去使用 那因为目前也没有办法 给我们做新的游戏器材 所以我们就是 旧的这个 我们会随时定期 跟不定期的检查 不然学习困着 不然你顶公所穿杂定来公共中所 所思设的游乐器材 只有新生的顶立市环特技所 跟北安公方符合规定 做修缠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符合 既有的新的规范 所以目前公所的策略是 如果既有的设施损坏之后 我们可能会进行先 拆除 那后续 争取到 足够的一个经费部分 再做以统一的一个施设 既有的游乐器材 如果全部检验收盖 需要一笔口关经费 全民外申的经费是减加多 管府政策既然等三年 但是如果中央没办法補助经费 问题最怕它是没办法解割 记者王家乡彩虹报道 拜拜 等我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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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